肺炎链球菌是一种常见但潜在危险的病原体 接种疫苗和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是预防感染的关键 对于已经感染的人 早期诊断和适当治疗可以显著降低并发症和死亡风险 虽然许多人听过肺炎链球菌 事实上,只要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方法 医师提醒,任何人都要保持良好卫生习惯 包括勤洗手,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或肘部遮掩口鼻 并避免与感染者密切接触 资深医药记者蒋志伟指出 肺炎是台湾十大死因之一,仅次于新冠肺炎 肺炎链球菌是主要致病菌,不仅会引发肺炎 还会引起鼻痘炎和中耳炎 城大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罗景龙补充 肺炎链球菌不仅会引起非侵袭性感染 还会导致菌血症,脑膜炎和农胸等严重的侵袭性感染 这些感染具有较高的死亡率 除了65岁以上的年长者 小于5岁的儿童也容易受到影响 台南市立医院副院长中国谋强调 肺炎链球菌对婴幼儿 老年人和免疫力较弱的人特别危险 接种疫苗可以预防疾病的严重程度 尤其是预防肺炎和脑膜炎 张化秀传医院内科部主任林昌生表示 肺炎链球菌可以在健康人身上共存 但当抵抗力下降时 这些细菌可能引起感染 特别是在咳嗽或打喷嚏时 传播给抵抗力较差的人群 罗东博爱医院医疗副院长卢靖德提到 随着流感和新冠疫情的增加 肺炎链球菌感染也引起了关注 这种细菌主要通过飞沫传播 当免疫力低下时 容易引起疾病 因此 必须戴口罩和勤洗手来预防感染 城大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 罗锦隆建议 接种流感和新冠疫苗 可以间接预防肺炎链球菌感染 因为流感或新冠感染 会增加后续肺炎链球菌感染的风险 此外 直接接种肺炎链球菌疫苗 可以降低感染率 高一钢山医院胸腔内科主任蔡英明指出 清洗性肺炎链球菌感染在重症单位中非常重要 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如呼吸衰竭和败血症 医师建议 65岁以上的老人和患有慢性病如糖尿病和肝硬化的人 以及2岁以下的小孩 应至少接种一次肺炎链球菌疫苗 在流感疫苗季 老人家可以同时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链球菌疫苗 以预防两种疾病 接种疫苗有助于降低感染风险并保护高危险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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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